那小们,喜欢不? 手工柴和福来教命啊 不啦不像我来跟你家做演练的家吧 晚中倒入一盘花生米 打入一个母鸡蛋 搅拌均匀 再放适量面粉 抓拌均匀 捕成油温下锅杂 杂至金黄酥碎捞出 锅中加一勺水 一勺白糖熬至大泡面小泡 倒入花生米 黑芝麻 关火翻拌均匀即可出锅 香甜酥脆 大人小孩都爱吃 猪蹄怎样做才能软烂入味又好吃呢 其实方法超级简单 焯好水的猪蹄摆入砂锅 加泡好的黄豆 葱姜 干辣椒 一包红烧料 拌瓶喝剩的啤酒和适量清水 中小火煮一个小时 这样做的猪蹄软烂入味超级好吃 真没想到土豆饼可以这么好吃 树上摘的土豆切薄薄的厚片 上锅蒸煮 专心压成土豆泥 火腿丁 葱花 胡萝卜丁 盐和十三香 一包煎饼粉 其他调料都不需要了 揉成面团 取一小块做成饼 油热下锅煎 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哇塞 太香了 下锅鱼 如果调整晕许的话 我想趁点热来吃 肠子都生熟了 两个皮蛋和大米一起抓稀碎 抓成这个猫猫样 加滚烫的开水 焖煮30分钟 瘦肉里加姜丝 盐胡椒粉生粉 少许香油抓匀 放入粥里煮两分钟 加点青菜 营养又美味的皮蛋瘦肉粥完成 为什么饭店的腌萝卜总是吃不够 其实方法很简单 白萝卜切加刀片 加一勺盐腌30分钟 再用纯净水清洗两遍 加三勺白醋 两勺生抽 一勺白糖 姜蒜小米辣 一碗凉白开 用我的右手搅拌均匀 清脆爽口 开胃又下饭 我感觉做鸡最好吃的应该就是盐菊了 鲜嫩多汁 大人小孩抢着吃 一只性感的三黄鸡洗个热水澡 倒入一包盐菊粉 几滴花生油 既能增香又能上色 盘中铺上葱姜 放入腌好的鸡 倒上剩余料汁 水开大火蒸30分钟 这样做好吃到骨头都不剩 婆婆从小告诉我 秋冬干燥一上火 这样做清热润肺 准备一个苹果备用 将雪梨切小块 银耳丝小朵 加适量漂亮水 等20分钟 出焦后加入雪梨 红枣 冰糖 再煮10分钟 焦汁满满 全家都适合 你们看 我家做辣椒面 安逸不 今天那新的 只做了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管你们家吃什么 吃得鸡肉 你还说鸡肉 我说些 好奇 你不要吃 我说些 上你一起吃 先来 好吃 来 来嘛 来嘛 到我吃嘛 今晚上给你吃过 给多了 我家沙打过菜 上四个人吃嘛 你来打吃 多多 家里来客人 千万别做这道菜 我怕你还没上桌 就被抢光了 锅底放葱椒 超过水的猪脚 泡好的香菇 黄豆 干辣椒 一包万能红烧料 啤酒 记住一次性加购清水 中火炖一个小时 软烂又入味 鸡蛋加水煮八分钟 敲碎蛋壳 加盐 生抽老抽 干辣椒 六个冰糖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茶叶蛋卤料包 加水小火炉二十分钟 再浸泡一碗更入味 再加做茶叶蛋就这么简单 再加热除火炉 小火炉 官 — 暗," 斓言